男人捡到了一个遥控器 只是简单一摁 正在下楼的美女就定在原地 再一摁 身材瞬间变得丰满有余 简直就是斩男神器 使这个小镇幸福指数直线升高 吸引更多住户 小美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几天前 小美还是个女强人 在电视台工作 却不料自己的一期节目出了意外 在演讲时惨遭嘉宾开枪报复 不仅损害了声誉 还因公司效益受损丢了高位 只能颓废在家 小美的丈夫杰瑞健壮 不忍心自己的妻子如此痛苦 所以举家搬迁 来到这所幸福小镇 接待他们的是这所小镇的镇长 刚进新家 孩子们都很喜欢 唯独小美没有任何精气神 好在犬无智能化 小美什么都不用操心 只是一觉睡醒后 老公杰瑞不见了 问过镇长才知道 这所小镇有间男士会所 男人一般会去那里享乐 女人则是要健身 以此来维持美好的体态 看着眼前的一切 小美觉得这群人无聊透了 因为小美发现 他们不仅没有自己的思想 还整天围着老公转 简直就是群假校女郎 小美无法理解 认为这里很诡异 可看丈夫和孩子很喜欢 小美只能慢慢适应 好在这时 又新来了位住户胖姐 正在人群中喧嚣 还和小美有相同的想法 小美才不再孤独 而更让人激动的是 两人刚好认识 还都是对方的粉丝 紧接着 两人从聚会中 发现了个新人物 是世界著名建筑师罗杰 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他竟是个gay 相识一场 几人迅速打成一片 随后一起参加舞会 但舞会中途 却发生了一件打脸的事 其中一位娇妻 竟突然不受控制 如陀螺般旋转 多亏意外倒立 才没给地板转出坑 小美见状 想带女人去看医生 不料这时 走来了一位壮汉 现场给女人震骨 随后直接将女人带走 小美根本无法拦截 经历这件事 小美对这里起了疑心 于是第二天一早 来到好友家中 跟两人商讨解决办法 殊不知 他们的丈夫 正在密谋一件大事 女人将银行卡插入嘴中 简单思考几秒 钞票就从嘴里吐了出来 杰瑞见状 满脸不可思议 其他男人却表现得习义为常 欣赏着杰瑞震惊的模样 并向杰瑞询问其妻子小美的状况 想得知小美是否如 他们的妻子一样听话 与此同时 小美正在家中做蛋糕 因为白天在跟其他太太相处时 小美感觉自己以前过于忙事业 对家庭的关爱太少了 所以想多做点什么补偿家人 但不料 回来的杰瑞对此毫不在意 还和胖姐的丈夫傍晚离家游玩 一改从前的体贴模样 见此情形 胖姐打算悄悄潜入这群男人的秘密基地 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可没成想动静太大 惊动了楼下的男人们 眼看搜查的人在不断靠近 两人此时连大气都不敢喘 好在幸运的是 上来检查的人 是两人的娘炮好友罗杰 好心替两人掩护 两人才没暴露 但罗杰就没那么好运了 被一群男人逼进一间小屋 等到第二天一早 两个女人来到罗杰家找她 发现罗杰不仅没在家 还扔掉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更离谱的是 下午的罗杰竟摇身一变 成为真正的男人 这使小美诧异不已 并越来越害怕这里 一回家就想赶紧离开 杰瑞健壮同意了小美的请求 许诺第二天一早出发 小美这才安静下来 到了晚上 夫妻二人都沉浸在梦乡 小美却被床边的声音吵醒了 往床下一看 原来是自己家的电子狗 正叼着个遥控器找自己 遥控器上标注的 正是小镇上一位太太的名字 小美的好奇心由此被勾起 她用电脑查了小镇里 所有太太的身份 发现她们没来这里前 竟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 形象也是职场女霸总 不知为何 来到这里后发生巨大转变 了解到这里的诡异后 小美第二天一早就冲去了胖姐家 然而没等胖姐出现 小美先被胖姐家的环境震惊了 因为就在昨天 胖姐家还像个垃圾堆 现在摇身一变 简直整洁的不像话 除此之外 胖姐本人更是180度大转变 直接变成了贤惠的美娇妻 这实在太可疑 对此 小美直接孤身一人 冲到了神秘的男士会所 想从中一探究竟 未来世界女人将都变成娇妻 简单来说 就是可以用高科技 在人体大脑植入芯片 经满面愁容的妻子 转变成知性美女 她们不仅样样精通 还对老公唯命是从 而在场的这些男人 正是这个高科技的受益者 所以她们这几天 一直在说服小美的丈夫杰瑞 让其同意对小美进行改造 变得如相片中一样顾驾温柔 小美健壮对杰瑞发起质问 杰瑞听到这话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只能呆愣在原地 就在两人对望之际 镇长的老公迈克 果断安动手中的遥控器 地板随之被打开 里边升上来一个石台 躺在上面的正是和小美的外表 一模一样的复制模型 这把小美吓坏了 可杰瑞却毫无反应 对此小美失望至极 见杰瑞心意已决 小美最终留给杰瑞深深一吻 随后就跟随指示 一起进入了地下实验室 等再度出现在大众事业时 也和其他太太一样成了完美娇妻 而为了欢迎二人的加入 麦克特意举办了场晚会 邀请大家享受时光 此时此刻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开始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整个大堂里响彻着爱的华尔兹 唯独杰瑞跳着跳着突然消失 悄悄潜入了男士会所内部 溜进了麦克的实验室 在这里 杰瑞发现了很多控制机 一顿乱操作下 成功消除所有控制胶漆的芯片 让地面上的胶漆恢复正常 察觉到异样的阵长健壮 敢忙喊麦克救场 但已为时已晚 男人们已彻底失去对妻子的控制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杰瑞 原来杰瑞根本没有改造小美 还反过来帮小美一起救人 得知此事的麦克见自己被耍 顿时无比愤怒 转身拿东西就要揍杰瑞 可还没得出手 就被小美打掉了老白 所有人这才知道 麦克竟是机器人 而真正的幕后指使是镇长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的真实丈夫出轨 并被他杀死 所以才打造个机器人 和机器人一起过向往的生活 现在机器人死了 镇长自然也不想度活 索性直接随机器人而去 其他的小镇居民 则从此回归正常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